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同盟当中 反华的极先锋除了澳大利亚就还有日本 近期日本无论在外交层面还是在其他的层面 其实诸多的发言都具有极强的刺激性 我们看到这一次日本举行大规模 28年来最大的陆上的这种军演确实规模很大 恐怕不仅仅是像所说的自卫那么简单了 我们都知道日本对于保卫领土的安全最主要的受 美日同盟条约的规定的约束 所以美国协助日本去防卫日本的这种安全 所以搞这么大规模的陆地的军演 究竟用意何在谁都清楚 尤其是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党首的选举 和日本首相即将推出新一位日本首相的进程当中 日本很多的候选人很多的政客 在表态当中都拿中国来做文章 这不得不说是美国一段时间 引导蛊惑带来的这种恶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这种军演 我想用意除了中国还能够谁呢 我们下注写了